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政府教育局与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蒲鼎国小,介受国中,至善高中,万能科技大学共同举办沐浴玩具创作竞赛,既有来自全国共98队参赛,参赛团队依据安全健康,设计创意,造型美感,发展教育及市场需求性评比,每件作品都让人爱不释手。 比赛成绩今天傍晚揭晓,各组观亚军分为国中小组,台中市风源国小科学木工社世界杯足球赛,屏东县琉球国小欧,海洋SOS高中直组,台北市木榨高宫水管拼拼乐,桃园市至善高中童玩坦克,大专院校,彻化县大业大学工商业设计系上届人意,新北市黎明技术学院创意产品设计系, 动物寄木,社会主义风源科学木工方小丑先生与飞行器,黄敬玉钟摆击球桌游。 桃园市长郑文灿力会打气表示,木质玩具是古老的智慧,特别温暖,具有安全,环保,创意三大特质,市府处举办沐浴玩具创作竞赛, 规划在未来的巴德大阳森林公园筹建桃园市立玩具图书馆,在北区南区各找一所学校作为玩具资源中心推广玩具教育, 进行二手玩具交换,培育玩具达人期盼将木质玩具的传统保留下来。 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叶国芳也说,台湾木质设备以及技术养成资,原封后, 加上木头吃活的材料放在室内可让温湿度平衡,比塑胶玩具来得更好,但木质成本相对塑胶质高出将近两倍, 目前台湾近二十多家厂商有登记制造木质玩具,未来盼木质玩具能更蓬勃发展。 参赛的至善高中家具木工科团队,有人从小就爱坦克车,就读家具木工科后, 透过专业工艺及抛物性理论,打造可360度旋转炮牌, 并以特制橡皮筋发射炮弹的木质同玩坦克车,一元而时梦想,来自琉球国小的小选手林玉拳,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海洋的重要,采用在海边捡持垃圾机漂流木, 打造合作型游戏,结合卓游及钓鱼游戏,提醒民众保护自然环境, 让生态富裕的观念扎根下一代。